据报道,法国政府将自12月起,向越境收入低于2000欧元的民众,一次性发放通胀补贴,以减轻能源价格飙升带来的影响。 热点财经新闻深度讨论,这里是财经大迹象,我是主持人Ashley。 今天我们有请到趋势分析师严潇峰,您好严老师。 主持人好,大家好。 严老师,疫情对人们的生活,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影响,还是很大的。 请问法国将在年底发放通胀补贴,那其他国家也会跟进吗? 的确,大家都发现现在物价涨得很厉害。 前两天去Costco发现牛肉涨了50%,当然这还不是大头,大头应该是房子, 房子应该,北美应该都涨了,铺涨了30%,另外一个就是汽油,涨了差不多有30%的样子。 但是如果是跟欧洲比呢,这个北美的这个物价的涨价又是小物件大物。 欧洲的天然气,大家都知道很多到冬天,趋暖这些,包括烧暖气都需要天然气, 天然气就涨了500%,就涨了5倍。 英国的电价是翻了7倍。 当然这里边有很多是属于这个物流问题,这个缺卡车司机,所以这个运输成了一个瓶颈,导致这个价格暴涨。 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物价呢是涨涨涨,那么法国呢这个出台了一个叫物价补贴的一个补贴政策, 说到年底呢,给每一个这个净收入啊,低于2000欧元的这个人啊,个人啊,发放这个这个数目,这个应该说是均等啊, 这么一笔物价补贴贴。 是他是以家庭为单位,还是以这个这个个人为单位,现在还不知道啊。 但是我想这物价应该是不光是就业者啊,包括家庭各个方面啊,都应该涉及到。 所以我觉得这个钱应该是补给每个家庭成的啊,那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也应该跟进呢?啊,呃,比如说咱们加拿大啊,包括美国会不会发这个钱? 我是觉得很有可能也会发啊,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的加拿大在圣诞节前后是发了一笔钱了啊, 我记得应该是每家是1000加币啊,然后如果是单身的话呢,就是500加币啊,呃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到啊。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物价补贴啊,毕竟是小数啊,大数是什么呢? 大数是从疫情爆发以后,加拿大给每一个呃,求职者或者是失业者啊,给他们的这种补贴。 大家都知道最早是叫做CERB啊,就是紧急福利金,每个月好像是1200啊。 然后终结了以后呢,又改成了叫CRB啊,好像变成了每个月三五百啊。 那现在呢,这个最新发布说要从现在10月份啊,好像10月24号啊,一直到明年的5月7号,还要发放叫做停工补助啊。 好像也是1200啊,就是每周是400啊。 嗯,可能我记错了,可能还还会多一些啊,好像是每周500。 其实这笔数比那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叫物价补贴要远远多的多啊。 嗯,所以看一个国家的福利好不好,关键就是在看它关键的时候啊,它发钱的多少。 加拿大应该说是超发了啊。 嗯,有一个简单的统计,从去年到今年光是各种这样的这种补贴,发了就有270亿的加币啊。 然后这个最新发布的这个叫劳工停工补贴啊。 也有差不多74亿的加币这么一笔数啊。 嗯,所以这个钱不能光是看在物价上的补贴啊。 各种各样的福利啊。 包括各种各样的劳工的补贴啊。 这是大头,然后其次是家庭的补贴啊。 物价补贴,牛奶金啊。 所有这一系列都看得出啊,实际上北美要比欧洲啊,要好过得多啊。 主持人。 嗯,那关于政府发钱的争议一直都存在。 那是不是都发钱就等于不发钱呢? 发钱会导致人们直接躺平不工作吗? 哎,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。 主持人。 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说发钱,那有的人就会认为那如果都发钱, 这些钱就等于都没发啊。 国内的一派学者啊,包括大V哈。 有一个叫胡锡进的,他就说如果都发钱不等于没发钱吗? 啊,你都发了钱了,最后物价涨上去了。 你钱最后也都,都已经是等于是等于是注水了啊。 等于是大家都发啊,等于不发。 但是实际上到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啊,假如说一千加币的话。 啊,它实际上作用是不一样的啊。 对于那些贫困的家庭啊,这一千块钱的的确确能够救急啊。 当然对于这个,这个富裕家庭这一千块钱,这个是九牛一毛啊。 有没有都无所谓。 但是对于贫困家庭,它的确确起到了一种作用啊。 但是另一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,就是发钱的目的是什么? 除了福威寄困啊,救助这些贫困家庭之外。 其实最终还是为了大家能够渡过难关啊。 渡过难关以后呢,然后企业继续开工啊。 然后大家能够渡过难关以后继续去工作啊。 这个实际上才是一个良性行魂啊。 但是很不幸啊,从北美,至少从北美的情况来看,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。 也就是美国的一个研究啊。 应该是美国这个啊,纽约的联储,也就是美国联储的它的成员单位嘛。 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啊。 他就发现什么呢? 就是发的时间越久,这个钱,辅助我的这个钱,发的时间越久。 就业率越低啊。 也就是说成一个负相关啊。 就是你本来说想发了钱以后,大家都有了钱以后,渡过难关以后都去工作的。 结果呢,发了钱以后,大家都躺平了啊。 不去工作了啊。 最近大家看到啊,美国罢工很厉害啊。 很多这些,尤其是像这个物流部门,零售部门啊。 对这些这个社会的这种供应部门就影响非常非常的啊。 发工的,然后辞职不干的,跳槽的都有啊。 导致了美国现在这个尤其圣诞机马上就要来了啊。 就是货架上的货补不上去。 但是同时呢,卡车司机又找不到啊。 卸货的工人也找不到啊。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性化。 有人就说啊,这个左派的政府啊,上台以后啊,就可能会乱发钱。 发了钱以后呢,他不管那个生产效率高不高啊。 最终导致了这个大家都躺平。 所以大家必须得反思这个问题。 一方面,发钱能够救急,能够给这些贫困的家庭啊,这个雪中送炭。 另一方面,也要考虑你到底发多少,发多久,会不会对整个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损伤。 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啊,主持人。 嗯,那最后一个问题,燕老师,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? 将来是怎么补上财政漏洞呢? 会引发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吗? 对,这个问题也提的非常好。 实际上,这是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问题啊。 就是,所有发的钱从哪里来? 当然,政府是不可能挣钱的。 政府是属于非盈利的啊,这个叫做行政部门。 他只是负责发钱,但是这个钱实际上还是来自于这个社会。 也就是大头就是企业啊,其次呢就是个人,就是纳税的个人啊。 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华人啊,是比较反对这样的一种做法。 因为多多少少啊,我们华人都有些资产啊,都有一些资本所得啊, 有的都是属于中产啊,那么他们就成了这个纳税的主体啊。 他们认为这样发下去的的确确不是一件好事啊。 特鲁多政府一直是属于赤字政府啊。 他的上一任还是赚钱的啊。 那么到了他这一任就开始就出现赤字。 现在摊到每一个加拿大人身上的是, 有一个统计啊是一万三啊。 也就是说每年都有一万三的这个叫做政府支出,摊在每个人身上。 这里边当然也包括发刚才说到的CERB啊,什么挺供福利啊, 这都包括在里边啊。 那这些钱啊,每个人摊一万三,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呢? 肯定不是啊,肯定是有的人拿到,有的人没拿到。 那有的人甚至是亏的,就是他不但没有拿到,他还要交钱啊。 那刚才说到了就是企业,企业要交钱啊,个人个人要交钱。 那最后企业交了钱,个人交了钱。 那么最后这个成本又转交到哪里呢? 转交到商品里边啊,转交到这个社会服务的成本里边啊。 因为你最终还是要由社会来来化解这些钱的嘛。 啊,所以又会导致进一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商品的上涨。 各种各样服务的上涨,保险公司啊,汽油,房租啊,各种方面都有来了一个普涨啊。 因为企业的成本高了,个人负担重了。 当然在所有最后要反映到物价上啊。 所以大家要考虑一个问题,就是发钱倒是一时爽。 但是最终呢,还是要每个人啊,每个纳税人要去还这笔钱的。 而每个纳税人要去还这笔钱,最终又要把这个成本转嫁给社会。 又要反映到社会的这个商品零售物价上啊,反映到这个社会的服务的价格上啊。 最终导致社会又进进入了一个新的恶性膨胀的一个周期啊。 大家都知道啊,最近好像美国的民调啊。 这个拜登政府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三十几啊。 好像不是三十七,就是三十五啊。 那这边的政府也是一样,特鲁多政府也是一样啊。 人们都会说这个左派的政府管发钱,不管这个啊, 把这个社会的生产率提高啊。 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啊。 也就是实现了公平啊,一定程度啊,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。 但是效率跟不上。 也就是这个蛋糕没有做大,最后蛋糕越来越小。 那你公平又有什么意义呢?啊。 所以这必须要提出一个问题了。 就是发钱,它的效率何在? 它能不能真的让一个社会,一个国家的经济, 能够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。 这滴滴续续啊,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反思的问题。 也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多多的看清楚这个问题。 不要有短期行为,要看这个经济的未来的长期的后劲如何。 感谢您今天对法国发放通胀补贴做的分析。 好,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, 关注财经大迹象。 咱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 观众朋友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, 请记得关注我们,并开启小铃铛。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与我们交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